六十年前 地球人降临到这片未知的土地上 苟延残喘 修仙者和凶兽 才是这片天地的主角 地球人 变成了猎物 还是一场受惠都没肯知道 我觉得是个废物嘛 安然 你没事吧 小师叔 你又擅守男生宿舍 我来提醒你 今天早上有我的练丹课 记得去上课 我都快被退学了 上不上课有啥用啊 安然 你放心 就算你一直没有觉醒生魂 我也不会赶你走的 我就知道小师叔最疼我了 咱们学校正好缺一扫垃圾的 左左后门应该醒得通 连小师叔都开我玩笑 人间不值得啊 不值得的事太多了 以后就习惯了 以后有练丹课 你别忘了 二人 我觉得小师叔又变好看了 小师叔不是一直都挺好看的吗 如果改掉善闯难受宿舍的习惯就更好了 小屁孩 你不懂 这才叫萌典 汪燃 今天你先来 行 我之前炼制的丹药全都没有成功过 希望这次 请报 请报 修仙者入区校园 请同学进入防空洞避难 你们都到防空洞避难 A级修仙者入区 全体注意 A级修仙者入区 全体注意 因为此地的特殊环境 导致人类揭发出特殊的强大生魂 修仙者发现圣魂可用不修行 是大不离弃 便开始了不断的夺取猎杀行为 小师叔被破坏了 修仙者又来吸取我们的圣魂了 不用担心 整座战斗城的猎仙炮都启动了 他们冲进来就是找死 老羽们不必如此害怕 本仙此次前来 只为寻找乾坤之宝 你们最好老老实实把宝物交出来 否则 你们谁都别想胡啊 什么是乾坤之宝 管它呢 别怕 S级灭仙炮已经在充能了 我先拖住战局 你们赶紧带学生撤到防空洞去 人类学院果真人多 如果圣魂都被我吸收了增加修为 定会成为长生宗第一线 你们以为用那些所谓科技做出来的小货玩具 能抵挡住星球原住民 可笑 我乖乖交出乾坤之宝 一个都别想赌 你们这次编的理由狗血得狠 想吸收我们的圣魂 那就让你有志无悔 隔壁就好 太恐怖狂瘾 这么快 就是现在 我们好像赢了 他死了 小师叔厉害 我们赢了 不对 还有一位 这几次好像比刚刚的强大 他们这次前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的有什么宝物 不自量力 小师叔 小师叔 去吧 lectures 操后 试 解锁 连 成 这群可恶的修仙者 随口编造一个什么乾坤之宝的借口 出来行凶作恶 真是可恶 可恶我不够强大 住手 不须伤害小师叔 不让他跑 不要管我 我已经被他追射熟女群了 跑 бок 五百四 一 NCAA 出现了 三十 二十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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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三十 三十 四十 二十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定可以逆转外界的战局 以我现在外界的状况 已经是必死第一了吧 我愿意 恭喜主人获得九转技能之九 沙雕技能 怪异自是百分百无伤 切非剑法宝 沙 沙雕 你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系统的样子啊 主人路上小心 欢迎下次光临 我不要 我还有机会吗 阿仁 小石住这么多年的存货都在这里了 应该能救你这废柴一命吧 你真死了 那可就浪费了呀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终于醒了 他们这次好像是真的找什么乾坤之宝的 那玩意儿真的存在吗 对 存在 我就是他们要找的宝贝 沙雕叔 来了 小石说 我摔不摔 是不是帅出天际 他竟然能同手接见 去死吧 地球人被追杀 被欺负 奔跑逃亡 躲躲闪闪 直到有人觉醒了圣魂 将修仙者符咒和震文 融于地球科技之中 地球人 这才苟延残喘地活下来 但对修仙者来说 吞噬圣魂能瞬间提升修为 所以他们残暴的猎杀行为更加平凡 乾坤之宝果然厉害 身体里面充斥着一股神奇的力量 轻松接下着飞剑 你别我听着 你们要找的宝贝在我身上 一派狐言 你不信 我也没办法 我只 宝物怎么可能在这种黎明小族身上 但他都接住了 可恶 接中了 我记住你了 地球人 这就跑了呀 跑了也好 他太强了 连灭仙炮 都只能让他受伤而已 啊 阿然 你这是怎么了 小叔叔 我 我腰扭了 阿然 你腰还行吗 哦 要不要回去休息 男人不能说自己腰不下 可不能在小师叔面前丢人了 但我这水平 等等 头子 这么快 主人是不是小玲珑了 那倒没有 我能不能再用一次九转身头 当然可以 不过要提醒主人的是 今天你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哦 主人确定要使用吗 用 没想到这系统这么拥有 我无人的人生就要开始逆袭了 等等 今天最后一次 那就是说 我现在一天只能激活两次 是的哦 我怎么增加次数 没什么特殊的办法 除非宿主解锁其他面的技能 怎么解啊 你先把这次转了再说 以后慢慢告诉你 恭喜主人获得九转技能之一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又是啥 大声喊出来之后 就可以选择做一件百分之百成功的事情哦 就算是有点过分的事情 玲珑也没有权力拒绝呢 真的吗 那我就 我就不客气了 这宝物比我还不正经 不过我喜欢 有了它似乎无所不能了 小事说当我 我要 百分之百炼丹成功 你喊这么大事干什么 昨天的战斗 是不是让你太累了 这丹药 还是别开了 大家再休息一天吧 可怜的阿然 不会是昨天那一件让你变脑残了吧 巫然 没关系 虽然你从来没炼成过丹药 但我们还是爱你的 从今天开始 我要你们刮目相看 啊 哦 阿然 你 你 你居然练成了 整整一炉圣魂丹 就算高级的丹药师 也不可能 这么多力一次成功的呀 是高品圣魂丹的味道 这 这还是阿然吗 啊 难道 二人被暴坐之后 反而打开了任督二脉 嘿嘿嘿 说的我都想试试了 嘿嘿嘿 来来来 大家分着吃啊 人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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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来 哦 谢谢啊 还剩十多颗圣魂丹 这次 我总能修炼出圣魂了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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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被针扎过一样 呃 呃 这 是不是意味着 圣魂在开始喜笑了 呃 呃 呃 居然 完全没有进阶的感觉 就算拥有了贤坤之宝 却不能突不最为达到地界 更不用说C阶段才能拥有的圣魂了 我一定要先进阶地界战士才行啊 我终于进阶阶地界战士了 小青 你要相信 哥哥会成为强大的战士 一定会把你救回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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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然 你虽然刚刚突破成为D级 但C级才能觉醒圣魂 可我还差着一大截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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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觉醒的系统 我还是最炸的那个 啊 好 知道了 刚接到消息 联仙队在迷雾森林 重伤了此前从这儿逃走的修仙者 其中有几个在丛林里 曹匿起来养伤恢复 呃 必须要乘胜追击才成啊 我一定要成为大英雄 哎呀 呃 好疼啊 诸位地球的希望 你们即将前往迷雾森林 那里充满未知和凶险 请一切务必小心 感谢你们为地球浴血奋战 战斗成全体市民 等你们回家 地球万岁 你们好 我们是西南昆仑大学的学生 我是陈维武 这是灵天 这次任务 我们一起组队 你们好 我是风云职业学院的教导主任 唐田 这是无人和 怎么把废柴也派来了 你 西人人 大帝当前 抱歉抱歉 我师弟他不太会说话 哎呀 你别上来就得罪人 等等我呀 小师叔 小师妹 小师妹 你怎么来了 三师兄跟我说 你们要去迷雾森林 我担心你们啊 这次 唤师兄来保护你 一定保护好阿然和小师妹啊 今天不会在迷雾丛林里面过夜吧 天不生我灵天 万古如长夜 啊 糟了 好像忘拿防晒了 听说 迷雾丛林 好吃的特别多 头子不知道能投掷出来啥技能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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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城 火种城 为了守护家园 他们开始 吹响反攻的号角 晚上就要在 这种地方过夜吗 看起来阴森森的 放心 有小师叔在 不会有问题的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还是赶紧扎营吧 根据地图显示 有修仙者 就在这周围五十里内 大家一定要小心 二人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紧张害怕 听说这里凶手很多 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小师叔 能抱抱一下吗 这样我就更不害怕了 都什么时候了 给我镇静点 又打我 老是欺负 天天打会变笨的 阿然已经很笨了 已经没有再变笨的空间了 怎么连三师兄也嘲笑我 这么晚了 小师叔这是要去干什么 阿然 你怎么还不睡啊 是担心有敌人突袭吗 也不是 对了 小师叔 我想问你 我 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啊 阿然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现在还没有觉醒圣魂 平时 也帮不上大家什么忙 你不要总是胡思乱想 无论是你三师兄 还是小师妹 还是深说我 都喜欢的是阿然这个人 而不是阿然有什么样的能力 真的吗 我骗你做什么 我哪有这么好了 快醒醒 好像什么东西来了 注意左边 地级凶兽 视雷视人蚁啊 视雷视人蚁 是群居凶兽 太多了 咱们抵挡不来 准备突围离开这里 前科无奇 大宝无疑货 罢了 我爱身后 因为我爱身后 你不得尽 你这真是不得真是不得也 你这真是不得真是不得理 你这真是不得要 一路向前方 你这真是不得 我今儿什么 你这真是不得 我今儿的往 我今儿周 小心点啊 害怕就站我后面 小师叔谢谢了 我刚才只是还没适应 现在已经找到状态了 放心吧 小爷我 一定将他们全都干掉 高手 你倒是动手啊 我已经帮你挡了好几只 室雷石人椅了 头子 头子 主人是否投掷头子 投掷 主人获得沙雕技能 0015号技能 屁者无敌 摸一下屁股 攻击力和防御力 两分钟之内提升数倍 这又是什么奇怪的招数啊 阿燃 帮忙啊 来了来了 阿燃 你追击战斗啊 你摸我屁股干什么 这是我的战斗技巧 居然提升了那么多 小师叔 你快来看我厉害吧 糟了 时间到了 三哥 六哥 来帮帮我 我有点撑不住了 小师妹 三哥来帮你了 小师妹 有件事 需要你配合一下 什么 没时间解释了 三师兄 开始 好嘞 好嘞 你 你们 要干什么 师妹抱歉啊 这都是你六师兄的主意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多谢了小师妹 我回去就给你买新的小裙子 你们都是大天才 这是我收魂特色 阿燃这小子 终于有去找对吧 看在他还算可靠的份上 这干是原谅他拍我屁股的行为 小心 啊 这是 黄金以后 应该就是这群蚂蚁的头了 小蚂蚁都撤退了 只要消灭以后 别的蚂蚁 应该就会好办了 哼 哼 可恶 皮还真厚 子弹根本打不穿 看来 得想想别的办法 不行 我得帮帮小师叔 我要和小师叔并肩作战 我不能再这么没用了 昆虫的腹部都比较柔软 我们把那蚂蚁翻过来 打赛跑到对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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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杀死这黄金以后了 好像和其他蚂蚁还不太一样 特别凶猛 当道 不好 这黄金以后被修仙者操作了 现在才发现 晚了 去死吧 龙蚁 迷雾森林里 危机四伏 这里有层出不穷的凶兽 突然出击的修仙者 但为了发展和进步 地球人别无选择 唯有你天而行 龙蚁 长生族果然已经耳朴了一些凶兽古龙 虎人躲开啊 八宝如意 又是他 他生事恢复这么快 定是吸取了同伴的圣魂 好险 谢了兄弟 你小子差点就要变刀了 还好我手快 躲得倒是挺快 我看你还能跑到哪去 你这么动着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暗恋我呀 刘师兄打架都这么风骚 找死 上次本仙尊饶你小命 这次你就没那么生气了 大家一起搞定他 不准欺负我 六哥 小师妹 这里太危险了 小师妹 这里太危险了 快到后面去 小师妹 这里太危险了 师兄 加油 小师妹 带着你的小师妹 躲在安心的地方 别碍事 实时战场 不得儿戏 我能做发 小师妹 就你这点能耐 谁能听从好自己如此心态 送上门的家伙 那就先拿你的命剂贴 金充不提 这金充的防御能力还算不错 算你走运 但这一次 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不要伤害我师弟 我去 小天啊 我这无敌大小鸭子 还可以吧 师弟 你没事吧 你胳膊怎么样 没事 只是手臂受伤了 那一脚 不足以给他造成致命打击 不要放松警惕 刚才 谢了 大家都是同一个小队的人 有什么谢不谢的 你小子 真是臭屁 好在没伤到金骨 可以了 赶紧恢复一下 等一下 一鼓作气 打扮了修仙者 这家伙 和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样 他刚才受伤了 我们人多 叶起伤 一定可以打败他 他速度好快 我得赶紧想办法 头子 头子 主人 主人是否要投掷头子 投掷 恭喜宿主 头子 投掷到了 头子第一年 获得百分之百技能 接下来 宿主请选择一下 百分之百的内容 速度 我要足够的速度 追上他 以为宿主提升 百分之五百的速度 轩风少年登场了 我现在教你好好做人 大言不惨 这家伙的生活好怪 你打不着 你没有我快 柳师兄这是怎么回事啊 二人的速度好快 我一刀 你的实力 明明昨天还是个弱者 只会装傻冲愣 今天 怎么突然变这么奇怪 怪就对了 我就是这么深不可测 坚持到了吧 那就把你深不可测的圣魂 吸食掉 没准 又没准 你这个修仙者 也太菜了吧 这 是怎么可能 短短一个晚上 怎么提高这么多 我还以为修仙者 有多厉害呢 就这 大人小心 太老妇打招了 我准备好了 来吧 继续 辣椒 幸福 能 救养 再见 祝你 都 ampl 看起来那家伙的速度远远没有达到极限 我根本无法远持抗衡 不如先撤退 搞清楚怎么回事 再来取他们性命 不好 他要逃跑 想跑 没门 如此怪异的情况 看来至举才是上上策 可恶 又让他给跑掉了 二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可惜让他逃跑了 人没事就好 他掉东西了 小师妹快去捡起来 看能不能换钱 刘师兄你就知道换钱 财迷 这个法宝可以去科学研究所换装备 这个 这是我妹妹的东西 这女修仙者知道我妹妹的下落 我妹妹被抓走之后和她们在一起 哦 妹妹 吴兄你还有个妹妹 对 叫吴庆 在很小时候就被修仙者抓走了 阿燃这些年 一直在四处打听她妹妹的下落 之前一直听说修仙者吸食人类圣魂 但卢走人还是头一次听说 会不会现在已经 呸呸呸 瞎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做最坏的打算吗 打算 打算什么 这不是有线索了吗 有线索不一定就代表 你们安静会儿吧 阿燃现在一定很难过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女修仙者 问出小青的下落 迷雾森林这么大 我们去哪里找 我们从小在战斗场长大 就没怎么出来过 我们甚至连修仙者的地盘都不知道 我真没用 可刚刚把修仙者击退的人是你啊 小师叔 不管在哪儿 哪怕天涯海角 小师叔 是啊 刘师兄 我有预感 那女修仙者 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对 看那女修仙者心高气傲的 我们这么戏耍他一番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没错 吴兄弟 我下次一定帮你抓住他 我保护你们 谢谢大家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回灵灵车上 再从长计议 嗯 大家说的没错 那修仙者肯定就在附近 但即便我们人多 想要战胜他 也不是简单的 可恨我还没有完全掌控乾坤之宝的能力 若不然也不会 看到妹妹亲手雕刻的木剑出现后 还让她全身而退 哥哥 这个给你 是小青亲手雕刻的兄妹剑 这把哥哥剑送你 希望他可以守护你 小的是妹妹剑 我会永远待在身上 哥哥 你的一定要收好哦 哥哥 我不要离开你 小青不要离开哥哥 小青 都是哥哥的错 阿然 你别难过了 这其实也是好事啊 说明无亲至少还活着 我们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话虽如此 毕竟当初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才导致 如今有线索了 我绝对不能放弃 小是说 咱们这是准备去什么地方啊 已经出来两天了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现在去猎仙队的驻地战场 战训传来说 之前那个女修仙者 可能也会去那里 嗯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敌人过于强大 不能鲁莽 没想到竟然被这种小子伤了 看来 必须要吞噬地球人的圣魂 来加速恢复伤势了 不然 还有什么脸面会去长生宗 哼 算你们运气好 就让你们这些低级生物 亲眼揭示一下本线的傀儡术 足影成形 魂灵分离 换换换 这迷雾森林 将会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唉 多么希望这会是一个安静的夜晚 看 其实这里的景色还是很美的呢 如果没有战争那该多好 没有如果 现在没有敌人 换个心情也是很好的嘛 不要放松警惕 先观察下四周 这就是春流河 之前有学过 这条河是分界线 过了这条河 迷雾丛林的凶手 就会特别多了 所以 我们要在这里驻扎 争取在这里 拦住那修仙者 警报 进入戒备状态 春流河上游发现修仙者 终于等到你出现了 从那里 大家注意 这次他肯定有备而来 杀气比之前要强大得多 我去看看 你们先待在原地 记得 多加小心 小师叔注意安全啊 这次 绝对不能让他再跑了 想抓我 没那么容易 随我来 你们长生宗的修仙者 就只会跑吗 这修仙者 为什么一直逃窜 也不知道 污染他们怎么样了 我得赶紧解决掉他 要抓住机会 给他致命一击 也不知道 小师叔搞不搞得定 放心 小师叔那么厉害 肯定没事的 我总感觉 有些心神不宁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大家别担心了 小师叔不会有事的 如果小师叔没有回来 我们大家就一起去找他 团结就是力量 小师妹说得对 我们要相信小师叔 那边有动静 本仙设计传出假信息 为的就是一笔来 准备战斗 你叫乌然吧 你那独特的圣魂 我要了 不对 我们中计了 除了乌然 你们这些人的圣魂 虽然都很智能 但本仙尊也不嫌弃 将赐予你们被吞噬的书人 痴神书 告诉我 学上的小木剑 哪里来的 小废话 不好 他的目的另有其人 那位兄台 有个故事 小心背后 住手 住手 原来 这就是修仙者 一定要猎杀地球人的理由吗 这修仙者吞噬了地球人的圣魂 力量明显提升了 圣魂虽然稚嫩 但美味得很 就是这感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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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更强了 怎么办嘛 良败 狐兄弟 快跑啊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牛师兄 你还在发什么愣 快点往后退啊 我不能退 只有他知道我妹妹的下落 我必须要问个清楚 快说 我妹妹到底在哪儿 哼 就你也配合本仙提问题 本仙今天 一定要杀了你 谢奋 想杀我 先问我手中的大砍刀 雕虫 不准小心 吓 不准小心 不准小心 我没事 大伙儿 各自寻找时间突破 显 下的很堂打 那就让你见识下 什么叫真正的虚历 只有杀了你 还能借我心头之恨 好强的压迫力 必须要拖住它 给大伙争取时机 小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刚才还不是被我打得直求饶 刚服出的弱鸡 嘴硬腿弱 行动 早就该一起上 最好节省本先尊的时间 你们听好了 乖乖地奉献出圣魂 本先尊会给你们留全室 否则 为我中啊 既然这样本先尊也懒得再废话 吞噬了你们 还有个更鲜美的圣魂在等着 今天吞噬掉你们 将助本先突破境界 接下来本先将踏平战斗城 寻到乾坤之宝 到时候 我长生宗将会是无敌的存在 你做梦 踏之吞噬的一味同伴的圣魂 就有如此的提伤 我必须要阻止踏之残暴的行为 我要投掷头子 是否投掷圣魂头子 投掷 宿主投掷到了修仙头子第九面 沙雕技能 宿主获得沙雕技能 019号技能 跟我一起做 宿主指定一个人 做出的动作与宿主完全相同 宿主做出什么动作 指定人就做出什么动作 两分钟之内有效 请宿主大声说出来 这也太羞耻了吧 如果宿主不大声说出来 将视为放弃 我指定他了 指定成功 这小子又在说什么花招 等待被我支配的恐惧吧 等待被我支配的恐惧吧 卑微的蝼蚁 就凭你 也敢说要支配本仙 就是我 是不是已经被本仙的实力吓得精神失常了 你 你这蝼蚁 对本仙使用了什么技能 当然是专注你的技能 六师兄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六师兄肯定又要使用什么奇怪的技能了 我 我对他用了操纵术 你们趁着现在快点对付他 不好 身体完全不是控制 知道了 我们这就收拾掉这修仙掌 你必要挣脱这诡异的操控术才行 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根本找不到突破口 好在预见之术 没有被束缚中 不能让他控制飞剑 让他乱动才行 那就来点有意思 第一节 舒展运动 预备 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家伙是认真的吗 二 不会吧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好混蛋 快点给我解开 你还搞什么荒唐的鬼把戏 六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六 七 一 来一个跳跃动作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二 二 二 三 六 七 八 三 六 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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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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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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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喂 修仙者 你的身上 怎么会有我妹妹的桃木剑 你妹妹 对 我妹妹现在在哪里 本仙怎么知道 不说是吧 看我怎么收拾你 是个杀不可辱 停下 赶紧给本仙停下 给他点颜色瞧瞧 好 无敌大金刚 焚天 暴力 从天枪斗 卓仙斩 终于打中了 还不说 看来是没做到位啊 你说不说 不说的话 我就让你一直跳下去 什么 你这家伙 居然还敢和我叫你 不是吧 玩罢了 时间都浪费了 灵粮消失了 好机会 阿仁 你快操纵他呀 三师兄 技能时间到了 操纵不了了 你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本仙绝不能欺饶你 现在只会逃窜了吗 你 给我先死吧 六哥 不用担心 他这边小伎俩还伤不到我 你们注意隐蔽 阿仁 吴兄弟 刘师兄 待って 怎么了 刚才不是还挺能耐的嘛 有本事别当骚头乌龟 出来和我正面打 今天我只吃法酒 给我乖乖收 想让我打 跟他拼了 大家一起上天枪努 该死 这修仙者还追着我不放 六师兄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小师叔马上就回来了 谁来都没用 今天你必死无疑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大姐 等一下 冲动小鬼 姐姐 将哪武德 我冲扣你莫追啊 感觉到宿主危机 特子奖励宿主 格外投掷九转神头的机会 宿主是否投掷 投掷 宿主获得了技能百分之百 请宿主大声喊出 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 那就来个刺激了 我要是修仙者百分之百持续爱上我 做你的春秋大猫 我去引开他 你们不用担心 玲珑 你能听到吗 赶紧出发技能 看他还怎么忍心稀释我 宿主 你现在的行为 让你们无论的话说就是一个字 真是啊 别夸我了 赶紧出发 这又是什么情况 我的心 怎么有种奇怪的感觉 不对 我怎么有种情不自禁的 想跟他一起跳河的冲动 不好 那是春流河 听说会吞噬人的能量 那个女修仙者怎么也跳进去了 我兄弟 刘师兄 他们昏迷了 怎么办 感觉那里不对 这修仙者 为什么一直逃窜 也不知道吴燃他们怎么样了 我得赶紧解决掉他 这修仙者还是不对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 打中了 刚刚明明打中了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果然有问题 你 我必须要尽快找出问题 抓住机会 给他致命一击 就是现在 消失了 糟糕 是傀儡 我出计了 他如此大匪周章的 用傀儡术引我离开 到底在计划什么 阿人 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事 相传 在很多年前 战斗城的缔造者 在此斩杀了长生宗的宗宠 强大的修仙之魂 陨落于此 导致此河水 拥有了吞噬鲜力的能力 无人也没想到 百分之百技能 会如此强大 居然让弥沙 不顾春流河的吞噬之力 追随入水 导致先例 被大幅度削弱 这将是弥沙的耻辱 更是整个长生宗的 耻辱之战 然而此刻的弥沙 依旧被乾坤之宝的 强大技能 所牵引着 不知不觉中 影响着她的心智 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觉心里被抽空 头好像 腰被撕裂 这 难道是 被诅咒的吞噬之水 隐线的地球人 在那里 又在耍什么花样 我不会再上当了 不要在那装死 让我真正的结束 你那卑微的生命 能死在我的剑下 将是你无上的荣耀 死 我死了吗 等等 感觉有一股 强大的杀气起来 怎么还是你啊 大姐 闭嘴 先别过来啊 我的刀呢 修仙者要讲武德啊 幼稚 看看你的样子 简直就是跳梁小丑 我将以你之血 祭奠这春流河中 失去的仙者 完了 看这架势 无命休矣啊 真坑啊 玲萌 你这百分之百爱上我技能 也不管用啊 我感觉和他好熟悉 为什么感觉 为什么感觉 他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 我根本就下不了手 卑鄙的人类 你 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回答我 我能做什么 你舍不得杀我呗 你这次的速度可是比之前慢多了 怎么 是不是爱上我了 闭嘴 无耻的家伙 你 你站那儿别动 奇怪 我是不是中了什么毒 怎么一看见他 就忍不住心跳加速 喂 我不动 你倒是放马过来啊 难道 你真的被我的魅力折服了 你烧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只是 我只是 看样子 他已经被百分之百技能控制住心智了 我得抓住时机 鬼知道这技能什么时候消失啊 想知道的话 他就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别再耍花样 你问 我问你 我妹妹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根本无法影响我的心智 休想在我嘴里掏花 受死死吧 吸灯效果这么快就消失了吗 天王 我爷 啊 啊 停 啊 天啊 这么刺激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 接受现实吧 就算你是修仙者 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内心 我的心情已经彻底乱了 现在我的脑海里全是他的影子 难道我真的 难道我真的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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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绝对不可能 他只是地界的地球人 既然杀不了我 那就告诉我 我妹妹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你 你妹妹 现在被宗主受为弟子 莫去记忆 天赋极高 啊 居然被 莫去记忆 我然误会 请兴 兴兴 别费心思了 你的兴兴就没有用的 你们对我妹妹所做的一切 必定结下恶果 为了我们被杀害的族人 为了战斗成 为什么 我看到他落成愤怒的表情 也会因此心惶意乱 我离地球 为了我的妹妹 这些该死的修仙者 把妹妹还给我 听手 先听手 你妹妹又不是我专口的 全都是狡辩 怎样这些修仙者 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那怎么 约看约帅 心中的这口热浪 根本无法控制 吃我一刀 这从天而降的发 好有心 你赶紧停手 我不想伤害你 我不是有意反击的 该死 我已经不伤多少力气了 你 怎么样 我居然连转着乾坤之宝技能的他也无法打败 何谈救妹妹 又何脸面在面对小师叔 面对猎仙队 面对 你 你没事吧 你不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对我下不去手吗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对你释放的技能 来呀 杀了我 你和你妹妹还真相 都是一样 性格固执 你不如和我走 我带你回长生宗 这样 你就能见到你妹妹了 你做梦 你想要帮我就回长生宗把妹妹带给我 不行 我好像越来越喜欢她了 她耍刀的样子也帅 她和我的样子也帅 不管做什么都这么帅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 你不要 醒醒吧 我再强调一次 你只受了我的技能而已 我无闪 绝对不会对一个万恶的修仙者动情 不 我的内心告诉我 这不只是技能的原因 那 就别给我借此机会了断了你 杀了你 照样能救回我的妹妹 呃 我 为什么也下不去手 你 刚才是真的想要杀我 你对我就这么崛起吗 我说过 你只是被我的技能操控了 我还说这么蠢的话 你 一击分胜负 出招吧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留情的 出招吧 不留情 白痴 快出手啊 我做不到 他真的 只是因为被技能 禁锢住了心智吗 那我呢 我又为何对他下不了杀手 我只是随口的百分之百爱上我 我绝对不会因此陷入 陷入 为何 我感觉如此解脱 白痴 我的修仙者 怎么会有心 他只是被技能牵引住了心智 这一切 都是他罪有应得 没龙 你在吗 告诉我 是技能 面对日益猖狂的凶兽和修仙者 被压迫的地球人奋起反抗 成立了猎仙队 来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同胞 加入猎仙队 守护城池 保护同胞 是每一个年轻少年的梦想 每个人都趁着八完 我 猎就是 这个食物 为什么 又那轻少年轻少了 是 老虎 他 总好 我全都要 睡着了都不忘记吃东西 小师叔还真是个小吃货 阿人 你醒了 你的手举在空中做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伸展运动 对了小师叔 我住院多久了 阿人 你已经睡了三天了 不会吧 我居然睡了这么久 刚才是真的想要杀我 你对我就这么绝情吗 小师叔 那个女修仙者死了吗 我们并没有发现她的尸体 我们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你一个人受了重伤 倒在地上 就赶紧先把你带回来医院治疗了 阿人 你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小师叔你说什么呢 我能有什么不对劲的 可能是太想小师叔你了 你抱抱我 说不定我就好了 倦兮兮的 这才是我们阿人 小师叔 你怎么又打我的脑袋 都说了总打脑袋会变笨的 阿人不是早就没有变笨的空间了吗 小师叔 你也和三师兄学坏了 三师兄那家伙不夸我就算了 还轻到数散播我是笨蛋的谣言 看来你已经没事了 快起来收拾收拾 一会儿猎仙队的人要过来 猎仙队的人来干什么 因为你们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还算不错 猎仙队有可能会选拔你们几个人加入 哦真的假的 加入猎仙队 我们吗 别咋咋呼呼的 一点都不稳重 还没确定呢 你可别高兴的太早 就算是只得到猎仙队的青睐 也已经很牛了 那可是猎仙队全人类的希望 请进 哦 谁是巫然呢 我是巫然 是猎仙队派你来的吗 哼 没什么特别的嘛 那个啊 小叔叔 猎仙队是真心让我们加入吗 怎么派个酒鬼来啊 呃 请问您是 哼 我是爆炸 爆炸 小叔叔 你认识他吗 听说过 前猎仙队十六队队长 擅长操纵电流 有雷霆之力 曾带领小队 几次深入迷雾森林深处作战 击杀凶兽休闲者无数 但 眼前这个人不太像啊 明天上午十点 训练场集合 哼 一个酒鬼凭什么命令我们 哼 一个酒鬼凭什么命令我们 看咱们去紫团 ignantije 柠檬 这人有自己 algun啊 是啊 小实处 你们都在等你呢 六师兄 我们在这里 小师妹 有没有想你六师兄啊 快来给六师兄捏捏脸 天天就知道欺负我 对了六师兄 你上次说要给我买小裙子 打算什么时候买呀 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买小裙子了 就是上次 你那个 我 那个时候吗 这是你六师兄的主意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多谢了小师妹 我回去就给你买新的小裙子 哪个时候啊 你倒是说清楚啊 六师兄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逗你玩的 你六师兄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啊 肯定会给你买的 不过 现在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做 就相信你最后一次 三师兄 准备好饭了吗 饭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 有人已经等你一上午了 谁啊 不会是我的小迷妹吧 我就知道我英姿萨爽 想什么呢 是男的 还是你的挑战者 挑战者 那是做什么的 没错 你的挑战者就是我 明明就是个渣渣 差点都毕不了夜 你什么能有去猎先队的资格 我不服 我明明比你强多了 我要挑战你 对不起 我不接受你的挑战 你 作为一个圣魂舞者 你居然连别人的挑战都不敢接受 你就不觉得羞耻吗 的确是感觉有些羞耻 那你倒是接受我的挑战呢 你都说我差点毕不了夜了 我难道还会在乎什么羞耻不羞耻吗 你 你你你你 对对对 我就不接受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不过 硬要挑战我 也不是不行 除非 你愿意交一笔挑战费 那我就愿意接受你的挑战 好 只要你接受我的挑战 我就给你五千块钱 小温 扫码还是现金 我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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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师兄一点节奏都没有 笑没良心的 居然敢嫌弃你柳师兄 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小裙子 你柳师兄连脸面都不要了 原来柳师兄是为了我的小裙子 柳师兄 柳师兄对我真好 柳师兄 我可以买两件吗 没门 只有一件 我也好希望有人挑战我 我可以比阿燃再便宜一点 只要三千块 这两个人都没救了 我现在就付钱 等下我们两个就上场准备战斗 你小子可被临阵脱逃 请松手 一手交钱 一手挑战 本来 我只想要以普通人的身份 还你相处 但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鄙视和侮辱 那 那又怎么样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其实 我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绝世高手 玲珑 有人要挑战我 快帮我投掷头子 快帮我投掷头子 恭喜宿主 投掷到了修仙头子第九面 沙雕技能高手风范 功效 一分钟之内 只要宿主一动不动 任何攻击宿主的敌人 都会被弹飞 你还愣着干什么 该不会 害怕了 想着怎么逃跑吧 你看 我拿了你的钱 还要打你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所以 我就站在原地 一分钟之内 你如果能让我动一下 我就承认是我输了 还有这种好事 那你可别反悔 那你可别反悔 这架势很厉害 阿人怎么还不动 阿能接得下来吗 我相信阿人 一定自由安排 三师兄小师叔 你们放心 根据我的经验 六师兄肯定又到鬼了 他每次到鬼之前 都这么不正觉 所以 六师兄加油 为了小裙子 六师兄你一定要赢啊 我来了 准备好接招吧 一阶战士 神魂 奎牛 居然是神兽神魂体制 搞我两个姐妹 这怎么可能 怎么样啊 现在服气了吗 啊 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啊 万岁 六师兄赢了 六师兄就是最厉害的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会输给那个 连圣魂之力 都没有觉醒的渣渣 难道 那家伙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是什么 隐藏实力的世外高人 一分钟时间到了 我赢了 等等 我不服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 力量都没有发挥出来 我要再挑战一次 我要再挑战一次 可以是可以 不过 我这个挑战服务嘛 它是按分钟收费的 你要想再挑战一次 就先交五千块钱 啊 啊 好了阿然 咱们还得去研究所呢 快走了 下次再约 我还是第一次来装备库呢 我们的新装备 就是从这里面拿嘛 对 就是在这里换装备了 啊 啊 啊 你们过来吧 啊 啊 在这里面换 换装备 啊 啊 你就是 乌然 你认识我 小师叔你看看 我现在都成名人了 连装备库的人都认识我 嗯 嗯 嗯 战斗城 第一废物 大家都知道 哎 怎么还废物废物的叫呢 你们这信息更新的速度也太慢了 你再去打听打听 现在肯定到处都在说我乌然是醉牛的 哎 你这孩子 怎么蔫蔫巴巴的呢 嗯 我饿呀 我们这个装备库呢 是科学研究所的下属机构 地球最开始被修仙者入侵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这些所谓的高科技装备 后来在与修仙者的交锋当中 收缴了一部分他们的物品 战斗城的科学家们对这些装备进行研究 制作出了能与修仙者抗衡的新装备 于是便设立了装备库 除了存储收缴的修仙者装备之后 最大的功能就是供星加入的 猎仙队队员们挑选合适自己的装备了 太厉害了 好多装备啊 而且看着都好厉害 我也是第一次来装备库呢 这么多装备感觉选择恐惧症都要犯了呀 那我一定要选一件又厉害又漂亮的 按照研究所的规定 我们每个人可以换一件B级别装备 阿然可以领一件A级装备 大家自己去挑合适的装备吧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这里集合 哇 这个好漂亮啊 啊 这是钱家书院新研究出来的猎仙甲 里面镶嵌了大小转换阵纹 以及十八组防御阵纹 八组增幅阵纹 六组医疗阵法 关键时刻可以抵挡A级修仙者三次攻击 啊 对了 它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份 改变形态和颜色哦 哇 太帅了吧 有点动心啊 啊 刚才不是说还可以改变颜色吗 我想要个粉色的 少女风和帅气的完美结合 它能改变形态啊 六师兄你干嘛呀 这可是小裙子啊 你不会要跟我抢吧 但 它能改变形态 我们要讲究先来后道嘛 再说了 这件盔甲可以改变颜色 要是被六师兄拿走 不就浪费了这个功能吗 除非 你也要穿小裙子 算了 给你了给你了 我就知道六师兄最疼我了 这是什么 也是B级装备 看着好普通啊 这口刀 名为奇葩 它不是B级装备 而是S级 S级 那应该很厉害啊 但是为什么看着这么普通啊 这口刀 虽然看着普通 但上面的阵纹 差不多198组 专门发光发亮的阵纹 就有三组 刀面自动清洁就有一组阵纹 最奇葩的是 这口刀上面 居然还有96组防御阵纹 厉害啊 不过S级装备 怎么会在A级装备的区域啊 这口刀呢 虽然是S级 但是攻击力只有普通的A级 防御力更是只有B级 但是却需要A级的资格才能兑换 所以一直没有人来选 能力过于积累 所以才放在了A级别装备区 这刀怎么还有防御力了 除了扩刀形态 它还拥有盾牌形态 能打能扛 还有特效 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 我就选它了 但是这口刀是S级啊 你只能领取A级的装备 你 你要干嘛 你想想看 你自己都说这把刀很鸡肋了 反正放在那里 几百年来也没人拿 不如给我 好 再说了 你们把S级的装备 放在A级装备区 不就是希望 来选A级装备的人 能选到它吗 好像挺有道理 但是按照研究所的规定 哎呀 你不说我不说 谁会知道吗 这 还是不行 你少来引用我 区区蛋黄盘 那叫三个 我们家小师叔那里还有很多 还有奶茶哦 那 那好吧 就为你破了一次 但你可一定不能说出去啊 还有我最爱的草莓口味 发达了 我所领悟的圣魂之意 就缺给你 人之绝起 许可待 嘿 耶 多亏那个人傻钱多的同学 他让我领悟了圣魂之意 再加上新武器 啊 现在我居然不羡慕 这些高低同伴了 我第一次有份房 他们与我 已经部署于同一境界段位的战士了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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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吴兄 你来了 来了 今天第一天训练 我做了一夜的准备都没睡 什么啊 勇师兄又在吹牛啦 今天早上要不是小师叔去喊你 你肯定又要睡过头啦 是因为我在领域新境界 一种你们都无法触及的新领域 是吗 但是我昨晚上去上厕所 明明听到你打着葫芦睡得可香了 那是我在冥想感悟社会奥义 这找来了 列队 虽然有新成员 但列心对职责我不多言 只说重要情报 传说的神器会在战斗城境内出现 所以原住民在近期会疯狂攻击 队长 神器在 不要打散我 神器是你不能理解的存在 哇 这个世界居然有神器 好酷啊 队长的雷霆之力果然厉害 果然 可闭嘴吧 那么接下来 每人展示一下自己的圣魂 你们谁先来啊 那我先来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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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读理会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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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加级别圣魂战士 圣魂 鲲鹏剧剑 看起来是个焦力焦气的小姑娘 圣魂倒是挺霸气的 那可是咱们的小师妹 师兄们都这么优秀了 师妹能插到哪里去 不错 小小年纪还是小姑娘 能有这种程度的生存已经很了不起了 以后只要多加训练和引导 很快就能成为我们猎先队 独当一面的优秀队员 谢谢队长刚才的帮助 我会继续努力的 下一个谁来 我来 毕加级别圣魂战士 圣魂 烈火战先剑 下一个 我的圣魂是烈火焚天枪 A级别圣魂战士 圣魂八宝如意 B级别圣魂战士 还有一个 怎么办 轮到我了 但是我没有圣魂 又不能暴露乾坤之宝 苗师兄 到你了 阿辰 阿辰 那个 我是地级战士 圣魂五 好 根据资料 你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没有觉醒圣魂 那你是怎么击败修仙者的 队长你不知道 我刘师兄会用一些特别厉害 又特别奇葩的技能 特别厉害 又特别奇葩 他打别人屁股就能变强 哦 没错 他还有一个 可以让速度提升很快的技能 他还能操纵别人 自己做什么动作 被操纵的那个人就做什么动作 呃 其实 我的能力是随机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技能 不是我自己要做出那些奇葩的行为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技能啊 现在能展示给我看看吗 呃 可以看 呃 呃 那个 还是别 呃 不不 呃 还是下次吧 那好吧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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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之后 我将带领你们去迷雾丛林里进行实战演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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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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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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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还得配合一些特殊的按摩手法 你先吞下上混蛋 接下来就是我的按摩时间了 特殊时期 对待你这种特殊人才就得用特殊办法 神器将现实于战斗城进来 地图只会更强确地攻击我们 队长 岂是他们要找的乾坤之宝 我们研究很久都没有窥视到宝物的任何信息 你就被打出幻觉了 现在是你的关键时刻 禀除杂念 起作用吧 队长 你这个办法真的有效果啊 我又禀除杂念了 我感觉到了 是力量 加快他的勇动 有没有进击的感觉 有没有咱们继续 由于主人突破C级 系统为宿主开启了头自第三面 你在干啥 获得技能 我会发光 我会发光 宿主将会获得光芒特效加成 坏了 不会被我做傻了吧 等 等 等 法 法国 难道是 我不要啊 主人不喜欢吗 明明那么帅 喽 也不知道阿燃怎么样了 不过 队长应该挺可靠的 有队长的帮助 没事的 说不定 又能发明出来什么奇葩的厉害绝招 好